透过连续七周的法会 也希望能够为王母敬孝道 这场孝亲报恩利益名养法会 乃子女们为感念母亲张寒心兰老菩萨养育恩德 家族全体动员为母亲做连续七周的法会 在最后一周圆满至 离请到多位的法师来共同主法 举办大蒙山师时 希望以此功德回下母亲 要去做告别式的前一天 突然想到说人生疾苦 母亲虽然活到90岁 但是她过去小时候非常的辛苦 养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 非常的辛苦 但是她为人非常的有道德 当然我们的子女 我妈妈的子女姐妹们 我们姐妹都非常的 对妈妈很孝顺 说实在但是再怎么孝顺 也没有办法 每天在她身边 这样一直照顾 所以心里面想说 妈妈既然往生我想 因为佛是非常的庄严殊胜 只有学佛才能够真正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想这个邀请师父为妈妈做一个满期的时候 最后一个期的时候 来做一个三天的孝顷法会 我觉得这样子还可以 因为这样的姻缘 让我们的兄弟姐妹 更能够开拓自己的佛性 要为父母 不是说你在生活上 只有给她物质上的一种满足 我觉得应该要给母亲有一个真正的能够得到智慧 得到往生极乐世界 我想唯独用这样的殊胜的法会姻缘 才能够让母亲放下世间的一切挂爱 真正得度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韩妙秀居士 回想母亲 含辛茹苦 带大子女 在人生的最后一程 她与兄弟姐妹们 一起办了这场盛大的佛事 虽然不及母亲恩德于万一 但这是子女们为母亲所做的祝福 愿张含辛兰老菩萨 能够超神净土 安详自在 法界新闻吴永曲 高雄采访报导